我首先想跟各位報告一下 黨產會根本看不懂人家的固價報告書 我是這樣比較客氣的講 如果惡意的講就是故意扭切固價報告書的意思 固價報告書明明寫的 這一批的淨值是41億 但是他說是58億 為什麼 47億跟 41億跟58億差這麼多 因為有一個增值稅的問題 買賣土地要繳增值稅 因為大家都天經地大家都知道 這黨產會竟然不知道嗎 目的是幹嘛 就是破混就是莫屁 我認為黨產會應該要尊重專業 把報告書看清楚 報告書明明講的是41億 他說是58億 然後說我們賤賣差了二十幾億 跟各位報告 絕對沒有這回事 第二天是講說我們最後決定的價格 如果按照41億來講 我們最後賣的實際的價格是38.3億 為什麼會賣的比建估的價格低 是因為經過六次的流標 大家都知道 如果按照華愛德拍賣的習慣 只要流標一次之後 降價百分之二十 我們拍賣的六次賣不掉 我們降價一點 難道這個價格不合理嗎 然後就以這個來價格說 我們賤賣財產 然後要追查 我想這個是顯然的 故意的潑混牛 我們可以保護一下 我們也要好看 我們要來業otal 你們到處都是 你們去看 你來看 我們去看